上午11点左右,红鹰飞行表演队的10架红白蓝三色涂装的叫巴教练机 依次稳稳降落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 他们也成为本届航展第一支亮相的飞行表演队 记者了解到,此次红鹰飞行表演队从长春起飞,分两批依次抵达珠海 飞行员停稳飞机后,在现场接受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随后由地面工作人员对飞机进行检修 红鹰飞行表演队于2011年3月在吉林长春成立 是中国空军首支叫巴飞机飞行表演队 红鹰飞行表演队的双击绕轴滚转,单击盘旋绕轴,丘比特支舰等 已成为其特有动作,这是他们第二次参加中国航展 据了解,本届航展将迎来中国、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瑞典、瑞士、俄罗斯、加拿大、巴西等线上线下 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参展 室内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 室外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 参展飞机超100架